如果董先生和曾蔭廷比較 你都覺得董先生留在這裏做他好些 董先生落台對他是好事 沒那麼辛苦 董先生做得很辛苦 因為他不熟政府 可能因為這樣 北京決定找他熟手公務員 但我覺得當時不是事後恐明 因為曾蔭卷入這麼多爭議 我才批評他 他是個醒目的香港人 但我覺得他不適合做搭手 最不適合是哪一方面 就是最不適合是 他不會看得長遠一點和廣闊一點的 最大的利益 最大的公共利益 醒目仔的意思是怎樣 這個世界有很多醒目仔 不只是他 醒目仔即是走正面 我覺得一國兩制這麼難實施 純粹靠走正面是不行的 出事的 那就出事了 現任的行政長官給你什麼評價 我是他國縣 不便即是評價 我覺得第一 他很勤力毫無移民 第二 土地房屋 他是增加了供應量 做了大量工作 找了150幅地增加供應量 但是看到一件事就是 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又扶貧又派錢 又低樽 又掌聲樽 又低樽 為何那些人都不多謝你呢 不是不多謝他 仍然對特區政府這麼多怨言 這個啟示就是 要管理好一個社會 一個社會開心 不單是唯物 即是materialist 不是唯物的 唯污 純是物質可以解決一些怨憤的問題 這是一個啟示 曾俊華會否適合人選 我不敢評論 因為這些都是我的舊同事 不想評論 你和他共事的時候 你覺得他有什麼優點 其實他是80後的政務官 我是75年入 Carrie是80 John是82 他升得很快 人人都知道他是鋪胎 特別看見這個 其實我沒有認真和他合作過 不過我當局長的時候 他是海關關長 不算是他老闆 你做過他的上司 算是 做過 你下屬的時候 你對他的表現有什麼 他聰明的 他回家是鬼佬爭的 我在貿易處做EEC 他做R Division 即the rest of the world 他去WTO開會 所以我們還說 欣主你 被人當了你墨西哥代表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